今天咱们去到淮河路9号 看一套房子 我现在前面这个高层 就是淮河路9号 这个算是一线海景房 咱们现在进入到淮河路 淮河路 这个淮河路9号 也是金炳地产公司打造的一个高端小区 每到晚上的时候 这些小区都有轮廓灯 非常亮的 这就是淮河路9号的大门头 很明显 石头的淮河路9号 艺术化的 我现在进入到他们 这个9号的小区里面 这还有人在打网球啊 咱们要看的房子呢 在这个淮河路9号 西面啊 看西面这些车啊 小区下面啊 停的车不少 还有人穿短裤了 现在 咱们看淮河路9号 它楼相当高啊 是高大高层啊 这个据说有28层之高啊 咱们今天看的房子呢 在21层啊 咱们过去看看去 哎呦 这个小区门前呢 都是这种木头的这种花台 前面是停车位 这边还有休息的石凳啊 咱们进来以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算是管家啊 管家台啊 像这些都有管家的啊 楼管 叫楼管保洁 管保洁9号 这个有几部电梯啊 是两部电梯吗 有货梯 有客梯 电梯以后啊 这是个楼道啊 楼道这个 这个应该是门 都是朝这个南面啊 都是南面的 这边北面呢 有一个这么一个观光的 阳台吧 也算是啊 这个平台啊 咱看平台 这视野多开阔啊 正前方啊 是咱们那个都府山啊 然后 那边那个小区 我觉得是深兰小区啊 深兰小区 这个地方是咱们 东山底下的地方呢 是咱们银滩的啊 冰海医院啊 这边是东方养生园 这个地方呢 是将来的 很多小区了啊 这个甚至我们太阳立湾 也都在这一块啊 这是参龙山底下 这个广阔的田地 这块地方还没有开发啊 未来也要开发的 咱们再看看房子吧 啊 咱们现在到他的房间来看看啊 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小户型啊 这个面积呢 是多大呢 是49平米啊 一进来以后呢 是一个小客厅的位置啊 小客厅的位置 包括有电视机啊 茶集啊 沙发啊 冰箱啊 啊 还有装饰画 据说这个房东呢 买了房子以后啊 就精装修了一下啊 装修了一下啊 后来家里有点事啊 这个再没法住了啊 只有忍痛的割爱啊 这个房子原价可是贵啊 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啊 因为这是高端小区嘛 这是他的卧室区啊 卧室区 这边还有还摆了一个桌子 这中间隔了一个这么拨骨架啊 然后呢 咱看看 哎呀 直接就能看到海啊 这个左右有沙窗 咱不好看啊 待会从另一个窗户看吧啊 这边还打了一组柜子啊 这个柜子打到顶了啊 这边还弄了一个这种床啊 炕 炕一样的床啊 咱们这很少见 在这个东北比较多啊 有炕一样的床 啊 一体化了多啊 咱看看他的这个厨房卫生间吧啊 这边也是一个小隔断啊 这是他的应该是一个洗菜盆啊 洗菜盆 然后再看看他的卫生间啊 小小灵桶啊 也有玲珑啊 没开灯啊 这是鲁鱼 什么都有啊 再看看他的这个厨房啊 这个厨房这还有一个燃气壁挂炉啊 啊 叫做托普斯的燃气壁挂炉 这些管线啊 也就是通上气通上电啊 就能够起到保温作用啊 这柜子打的也都是很新的啊 看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阳台 小阳台 阳台上还有个洗衣机 然后咱们看看啊 这都给你把管子都包起来了啊 这是空调 空调机 放这儿吧 然后咱们看看下面吧啊 哎呀这就能看到啊 咱们这边的大海了啊 这底下这个小区叫福海苑啊 这前面的大海呢 海湾的是咱们银滩啊 保持最好的一个海岸啊 就是说仙人湾啊 因为在那个地方吧 就是仙人桥了啊 仙人桥 这个景区啊 三观亭 对三观亭 在这个地方 三观亭 啊 这个地方 我现在打开它的这个壁橱啊 这是可以放一些啊 碗啊 什么样的 生活上的用品啊 这样子吧 这个叫做什么牌的啊 百亲好太太牌 好太太牌的 这个楼具啊 变擦销 它板 现在它所有的管线呢 都是给它 处理到这个 都是给它 呃 包裹起来了啊 就是说没有像那个明的 看的啊 不舒服啊 这边是一个干什么的一个 可能是修理用的一个小门啊 看看 顶身啊 吊顶 阳台 这一开的门啊 开的窗户啊 屋里非常凉爽啊 哎 这还有一个小花假花 非常文心的啊 拎包入住的房子啊 啊 这里还有一些这些多肉的啊 种了一些多肉的小花啊 摆这个地方 啊 啊 还真有的几朵花 几朵花呢 哎 咱看看这门吧 这门呢 和这个一般的门还不一样啊 很厚实啊 咱们一般开发商给的门呢 都是特别单薄那种啊 薄薄的 这一感觉现在厚实的很啊 哎 这个门呢 还带这个砂窗 带砂窗啊 也就是说 平常呢 可以把这个把这个门打开啊 这边打开 打开以后呢 就可以通风啊 虽然是一局室啊 通风也比较好 这个锁子呢 还是密码锁啊 这个密码锁 配置还是挺好的 啊 我现在从楼上啊 从北边看看啊 北边看看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寿楼中心啊 这边还有两个业主在跳着舞 这个在这个昂扬的歌声中 拿着小 这叫小网球是吧 柔力球 柔力球啊 哦 这是一种 你们你们是这的业主啊 咱们看一下小溪啊 大门底下啊 这地方是一个 叫金顶叶祖俱乐部啊 这一块 这一块地方 将来是很多商铺啊 所在地 从这架势看起来啊 精灵物业的这个地方 啊 啊 这边还有一个棋牌室啊 这个叶祖活动的地方啊 啊 很多楼上吧 啊 这条路啊 这边有一个小门 就通往了福海园小区啊 福海园小区吧 啊 这就是 这就是淮河路和长江路中间的那种小区 啊 这就是淮河路和长江路中间的那种小区